为了培养孩子们的品格 并且学习如何与长辈相处 国信乡长流国校 申请家庭教育中心计划 在重阳节前夕到长流社区 举办创意待见教育 祖孙共学乐无穷 即重阳敬老感恩活动 重阳节将到了 为了让小朋友跟阿公阿嬷 能够更加的亲近 培养他们敬老尊贤的态度 所以我们今天特地 跟家庭教育中心申请了 这个待见教育 那也结合天心师的 这个捐赠的仪式 来这个让老人家 在今天有一个重阳节的活动 所以我们办理这个活动的用意 主要是说 让小朋友养成一个敬老尊贤 然后不要忘记 平常就要对老人家的敬重 对父母的敬重 培养一个这个 有一个有人文有修养的小孩子 这次的活动安排天心师 捐赠敬老礼品 取位竞赛 专题讲座 以及手工爱玉DIY体验 长流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林庆兄 感谢主办单位的用心 透过老幼共学的模式 澄清他们的情感 非常高兴了今天有天心师的牵线 跟长流国小来共同举办一个重阳节 这个老少这个成长营这个活动 让这些长辈跟这些小朋友们 联统学跟感情 也展现了我们重阳节的一个进行尊贤的一个最好的一个示范 县远林方宇表示 在重阳节前夕办理祖孙公学课称 安排趣味竞赛 手工爱玉DIY等活动非常有意义 不仅让孩子们透过互动学习与长辈相处 也结合在地产业DIY 联系彼此的情感值得赞叙 整个的过程祖孙当中充满了欢乐的气氛 我觉得相当的有意义 不单单只是聚餐的方式来庆祝重阳节 更以这个祖孙共融 还有融入产业的这个方式 来传递这一份庆重阳的这一份喜悦 副一场牌拳肯定长流国小及社区 在重阳节前夕办理祖孙公学活动 也希望长辈与孩子们可以多一些了解与包容 让家庭更和谐美满 记者从伟一 郭欣香采访报道